诸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了华严经200问的第57个问题 延续昨天我们在第56个问题 问何等为菩萨摩赫萨圆灵 以及今天第57个问题 何等为菩萨摩赫萨宫殿 我们今天来讨论在十行位第七无浊行的菩萨 那要怎么来修行 菩萨摩赫萨有十种圆灵 就是菩萨以这十种境界为游戏自在的境界 第一生死是菩萨圆灵 第二教法众生是菩萨圆灵 第三住一切节是菩萨圆灵 第四亲近世界是菩萨圆灵 这是我们昨天提到了这四点 这四点都是菩萨在所有世界的心态 因为众生在生死轮回 所以菩萨在轮回当中来清净一切众生的染污 所以不管是从时间从空间来说 菩萨以度众生为本分 所以有些人觉得菩萨行菩萨道很辛苦 那对菩萨来讲 菩萨道是本来就应该如此的 菩萨从发菩提心了之后呢 所作所为都是因应他的菩提心 而展现的所有的行为 如果你没有看清楚这件事情 你会觉得好像我来度众生 来立他是对众生的一种恩赐 但是菩萨呢 他因为发了广大的心 要成就阿鸟度罗三秒三菩提 现在呢 我所有的修行 都是要正的无上的正的正觉 那我要怎么圆满他呢 那所以呢 如果有一个众生 能够有得度的因缘 菩萨会觉得 这个众生啊 是来帮助自己成佛的 所以这时候 我们对于所有众生的心理 就不再是以前是一种对立 觉得度众生有一种选择 我喜欢的就很想度他 我不喜欢的 我就避之唯恐不及 现在呢 所有一切的因缘 对菩萨来讲 就是成就 他成佛的助缘 不管是善的因缘 还是恶的因缘 所以这时候呢 不管做多少 菩萨都不会抱怨 而且他的身心是自在的 就像在园林当中 一样的放松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无着形的殊胜 就在于 当我们有了一个 不执着的一种心境呢 你不管做多少 你不会疲 不会厌 所以无有疲厌 是因为菩萨的心很自在 所以有些人说 菩萨心很辛苦啊 因为他从来没有发心 所以他才会觉得 菩萨心是辛苦的 如果你发心了之后呢 菩萨非常感恩 一切的大众 给他这个机会 让他可以速速成佛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啊 祝一切节 以及亲近世界 是菩萨的本分 所以在接下来呢 一切魔宫殿是菩萨园林 相符比重固 思维所闻法是菩萨园林 如理观察物 魔王是恐怖的 对我们修行人来讲 最害怕的就是走过入魔 也最怕遇到了大魔王 我们没有办法应付这个魔王 怕被他俘虏 被他降服 那是因为我们自己啊 对自己的修行没有信心 对自己的用功也没有信心 很怕被魔所射受 但是菩萨呢 他自己非常有两把刷子 他自己的修行 已经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他遇到魔 根本就没有害怕 甚至于哪里有魔 他就往哪里去 他把相符魔呢 当成是一种园林 就是他的休闲 他的休息 他的放松 他的自在 所以的魔宫殿 对菩萨来讲 他就是佛的宫殿 因为魔王 他如果发了菩提心 他也会变成菩萨 也会成佛 所以他能够降服比重呢 是因为啊 菩萨在这个地方 他的修行 是已经成就了 这个无佐行 再来思维所闻法 因为他学到的法 可以运用 而且呢 可以实际上 学以致用 再来 他学到什么 学到六波罗密 四摄氏 三十七菩提分法 这是佛陀教给我们的 圆满菩萨道的法门 修行不外乎 就是修六波罗密 不失实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般若 这六个法门 是我们行菩萨道的 基本方向 那我们要广度众生 第一 就要能够跟众生 结起一种 善的因缘 大家看到我们要喜欢 所以我们要吸引大众 吸引叫做舍 所以四摄法 就是建立我们良好人缘 良好的缘分的开始 那四摄法是什么 四摄就是布施 爱与力行同事 这菩萨要成为一个有人缘的人 要成为色受众生的人 就是我说的话呢 你会想听 你会喜欢听 我来度你 你会很欢喜 见了就欢喜 那就表示有一种缘分 那当我们有欢喜心 听什么都听得下去 没有欢喜心 说的再有道理 我也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菩萨要广度众生呢 一定要行四摄法 佛陀教我们的这个方法 非常好用 那我们第一件事情 就要学习布施 我们要布施我们的身口意 来跟大众结一个善的因缘 再来还要爱语 语言是彼此沟通的基础 良言一句三冬暖 如果我们能够懂得善用 我们的语言 可以达到最大的效果 就会像诸佛说法 可以让众生发菩提心 可以让众生喜欢喜心 最后发愿成佛 所以这个语言啊 就是自己要发心学习 很多人说 哎呀我很不会说话 很不会说话 表示我们应该要开始练习 说正确的语言 那有些人呢 他是说话是不得体 那说话呢 颠三倒四 说话呢 挑拨零间 所以这个语言呢 有这个过失啊 他就很容易产生很多的纠纷 所以我们要学习爱语啊 要能够依着正确的方法 来摄受众生 再来同事啊 就是因你合身得度 极限合身 能够能够跟众生一起 能够理解众生的需求 这个叫做同事 立行就是立乐有情 那有了这四色 那当然菩萨就会人见人爱 再来三十七菩提分法 就是能够依着这个次第 来断除菩萨的烦恼 那当我们没有烦恼了之后 度众生的过程就可以产生 影响别人 也让他没有烦恼 所以这些都是佛陀教我们的 如果我们依之而行呢 就叫做少计慈父境界 所以能够继承佛陀教我们的这个仪法 再来第八 实力是无所谓 十八不共 乃至一切佛法是菩萨原灵 不念于法故 那我们有了刚刚这个六菩萨密四色 跟三十七道品的因 接着就会圆满这里的果 就是佛陀的果是什么 就是实力 四无所谓 十八不共法 那这个就是佛陀的殊胜 佛陀的果德 所以我们以佛为我们的目标 没有其他的目标 再来 视现一切菩萨 威力自在神通 是菩萨原灵 以大神力转正法轮 调伏众生无休息故 我们知道成佛 就是能够自在 那最大的自在呢 就是我们要自立也自在 利他也自在 自立的自在 就是在生死当中 不受生死所困扰 所以能够进出再六道 能够视线再六道 那利他呢 也是一种自在 你要怎么广度众生呢 有时候啊 我们说 哎呀 我虽然很想度他 可是我都没有力量 我说话没有说服力 我做任何事情 好像呢 都拉不动 甚至于有的人呢 一个人要学佛啊 他还要对抗 他们全家的反对 甚至于呢 他的朋友也反对 佛陀在出家的时候啊 他知道 这个世间 不会有人赞成出家 所以佛陀呢 就夜半御城 那夜半御城 那要有人帮忙他啊 这时候天人呢 就来化现神通 让所有的人 要阻碍他的人 全部睡着 所有有可能产生的障碍 会让佛陀心生退回的 这些因缘 通通都被降伏 被洗面 那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一种威德力啊 菩萨要发心 他就会有一种威德力 可以降伏所有的障碍 突破所有的困难 但是我们修行 如果没有这种决心呢 那动不动了 一个境界来 我们就倒了 所以不但是没有办法降伏 这个境界 还被境界所转 不但度不了一个众生 还被众生所度 所以呢 这个时候啊 我们菩萨来修行 就要视线一切菩萨 威力自在神通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转法轮啊 那转法轮 是为了要让众生 离谷得乐 不是为了要满足 自我的成就感 所以这时候呢 你不是因为 我执 我见 就会产生 殊胜的大神力 所以再来最后一个 一面与一切处 为一切众生 适成正觉 是菩萨原理 法身周边 尽虚空 一切世界雇 佛陀说 他来到 索佛世界 有八千多次 好像呢 是一个太空旅行 他就来地球出差 来来 往往来了八千多次了 因为呢 这个跟这里的众生 是有缘的 法华经里面呢 就讲到 佛陀来到这个世间呢 是为了要开佛之见 视佛之见 悟佛之见 入佛之见 要让众生呢 能够领悟到 自己是佛 自己也可以成佛 但是要让大众呢 有这种自觉啊 谈何容易 所以佛陀呢 他来到的这个世间呢 他会观察 这个世间的众生 要用什么方法 才可以得度 所以他每一次呢 都用不同的方式演出 叫做视线 那演出的过程 都是帮助大众 一步一步的引导 让他成正觉 所以这个地方呢 叫做视线成道 视线八项的成道 所以这个八项的成道里面 其实每一个念头 都在成道 都在朝着成道之路 所以一念于一切处 为一切众生 视成正觉 视菩萨原领 所以这个地方 佛陀他就展现了 他的殊胜的因缘 佛陀在哪里 佛陀在众生的起心动念 你的一念 要有起了决心 那佛陀就会感应现前 所以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为什么 因为其实佛陀的法身 便一切处 千江有水 就千江之月 所以我们这个起心动念 就非常重要 如果你起的是恶念 烦恼的念 你会跟烦恼的境界相应 你起的是清静的念 你就会跟佛陀的成道 成正觉的念相应 所以这是我们的法身 不可思议之处 我们要善用它 藉由法身的清静 而起妙用 所以这是菩萨的原领 那有了这十种菩萨原领呢 菩萨就可以成就如来 无上 离忧恼 大安乐行 这表示呢 菩萨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他是非常的欢喜的 很自在的 愿离所有的忧闹 所以这是十种原领啊 接下来 第57个问题 就是菩萨摩赫萨的宫殿 这个宫殿就是菩萨的安住之处 那安住在哪里呢 有十种宫殿 第一个 菩萨安住在菩提心 菩提心是菩萨是菩萨宫殿 很不忘事故 他每天都是住在菩提心 无时不刻都住在菩提心 所以这个宫殿呢 它不是我们现在有形的一个房子 一个建筑 菩提心就是我们安住的地方 时时刻刻不忘事 再来 我们要发菩提心 要怎么样展现菩提心的妙用呢 借由度众生 就可以展现我们的菩提心 所以要度什么众生 就依不同的众生的需求 因此下面呢 就讲到 十善业道 福德智慧是菩萨宫殿 因为他要教化欲见众生 那如果呢 我们要教化色界众生呢 就以四范柱禅定是菩萨宫殿 那这个就是四禅八定啊 再来 身近居天是菩萨宫殿 因为所有的烦恼不会染灼 这菩萨呢 因为不受染 因此他就可以身在清净的地方 那这清净的地方 是哪里呢 这是我们的四禅的境界里面的五不还天 又成为净居天 这个地方呢 只要你是三果的圣人 你没有这些欲界的烦恼 没有见思祸 那你就可以住在这个净居天 菩萨呢 他没有这些烦恼 所以呢 他就自在的住在净居天 再来 身无色界是菩萨的宫殿 令诸众生离难处故 所以所谓的难处呢 就是这个世界呢 是为翠不安的 只要有行皆归坏 所以色界的禅定呢 虽然很殊胜 它还是会有三灾的危险 所以身无色界的菩萨 它是能够让一切众生远离这种恐惧 再来身杂染世界 是菩萨宫殿 令一切众生断烦恼故 那既然如此 那所有的人通通移民 就都躲到无色界啊 那为什么菩萨还会出现在苏果世界呢 还会出现在这些烦恼的世界呢 因为菩萨呢 他不会独乐乐 他为了要让一切的众生离苦得乐 他要跟大众同甘共苦 所以呢 他会跟我们在一起 跟烦恼的众生在一起 并肩作战 才可以让我们真正知道 什么叫做断烦恼 所以菩萨呢 他会视线在这个 杂染的世界当中 再来他要视线呢 现处内宫妻子眷属 是菩萨宫殿 成就往昔同行众生故 有一个居士呢 他说他最欣赏 释迦牟尼佛的地方 他最欣赏佛教的地方 就是因为 佛陀跟他一样 有太太 有小孩 让他感觉 佛陀可能跟他一样 那为什么佛陀呢 要来跟大众一样呢 也是结了婚 也是生了孩子 然后最后出家呢 原来呢 我们读了华炎经 就可以知道了 这些眷属啊 都跟佛陀 同样有过去的因缘 大家都是一起发愿 我们生生世世 要行菩萨道 所以呢 佛陀 视线 有七 有子 有这些眷属 其实是因为 因应这些世间的因缘 所以要成就往昔 同行众生 大家是一起修行的人 只是这一生的因缘 这一生结的缘 身份不同 所以这是菩萨自在的地方 再来 现居伦王 互视 世饭 是菩萨宫殿 未调伏自在心中身故 所以佛陀呢 他要成为一个大转伦圣王 叫做伦王 还有互视 世饭 就是能够互持这个世间的 这些梵天 或者是地势天 这些天王 他这些天王呢 就是世间最殊胜最高的统治者 那能够呢 这么高的统治者呢 他要告诉大众啊 其实这些世间的大自在 还不如佛法的法王的自在 所以佛陀呢 能够示现这个王 但是他不执着 他可以舍离当王的这个皇位 而出家学道 所以他为了调伏 一般众生觉得这个是最向王的境界 当王可以称霸 这是自己的目标 但是呢 佛陀已经有了这个目标了 已经站在这个位置 但是他不执着 他还可以舍离 所以他是为了调伏 自在心众生 而实现他为王的这个身份 再来注一切菩萨行 游戏神通 接得自在是菩萨宫殿 善游戏诸禅解脱三昧智慧部 所以菩萨呢 以菩萨行游戏神通为自在 再来一切佛所受无上自在 一切至王冠顶记 是菩萨宫殿 诸实力庄严 做一切法王自在事故 所以菩萨呢 以这个佛陀的自在为自在 那自然而然的领受 所有佛的功德 能够接收佛所有的灌顶 所以若诸菩萨安住在其中的话呢 就能够得法灌顶 于一切世间神利之在 所以我们今天呢 看到了这个十种宫殿 还有前面的这个十种园灵 我们知道了 修到这个无着行的这个境界 已经开始产生殊胜的功德 从因上呢 菩萨以修行为他的游戏 他的修习 那从果上来讲呢 菩萨可以领受所有佛的功德 而且安住在其中 可以自在的展现 他要广度一切众生的神利 所以因以合身得度 极限合身 变成菩萨的一种 他安住之处 所以依着菩提心而展现的各式各样的行菩萨道 那这是菩萨呢 要展现佛陀的神利 从这个地方开始 后面要渐渐的接收了灌顶 要真正的登法王位了 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关键 从前面修到善限 到现在呢 能够因无所助而广行六度万恨 那接下来就会开始成就了佛陀的功德 那今天呢 我们了解了无所行的这两个问题 希望大众能够有机会啊 赶快把这个最舒服的地方呢 整理好 搬到宫殿来住 那这个就是自己给自己最大的回馈 然后也能够呢 让自己这一生啊 没有遗憾 我们行的菩萨道 就是要当王 就是要住在宫殿里面啊 要不然我们还要在外面流浪 还要当穷小子吗 所以希望大众呢 看到这一段呢 要发心 不要觉得那是菩萨的事情 那跟我没有关系啊 我们发了心 就会成就这一切的功德 你只要稳稳的 安心的接受所有佛法 给你的滋润 那么你就会知道 学佛的人最幸福 今天的开示 支持功德圆满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